大家好,我是平靠,不是平靜 各位,终于 艾滋县吉普利公园的最后一个园区 魔女之谷即将开幕了 那这次很幸运也去参加了内览会 所以呢,可以抢先跟大家分享整个园区的内容及体验 好,那这部影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新园区魔女之谷的详细开箱 第二个,最新吉普利公园门票种类及购票攻略 因为这个新园区的开张啊,所以它在门票设计上面 其实做了不小的改动 我也会在这部影片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第三个呢,就是简单的交通统整 那这次我在魔女之谷啊,实在是买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会另外分享一部短影片跟大家分享我所购买的纪念品 那我有多买两个礼物,想要办赠奖活动 赠奖办法,我会放在影片的最后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办影片看到最后 这部影片跟我之前两部吉普利公园的影片一样 因应官方禁止商业目的摄影的方针 所以是不会开启广告盈利功能的 但是听说就算不开盈利功能 影片里面好像还是会有广告 但是我是赚不到钱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因为现在吉普利公园是规定同一组人要一起入园 那多亏领我进门的友人8点20就到场排队 所以我们在队伍的非常前面 顺利成为第一批入园的游客 我们一入园马上就冲母女宅及便面包店 后来发现这个决定非常明智 旅游及现场状况我后面再说明 这里先一起来看看面包店内都有些什么吧! 首先,个人觉得一定要吃吃看的 就是这个拿破里意大利面面包啦 其实在吉普利公园的各个园区 都有与拿破里意大利面有关的食物 根本就要变成吉普利公园的名物了 嗯?我那么以为里面只有酱耶 但是里面其实是有意大利面的 好扯喔! 就是咖喱面包跟炒面面包的结合的感觉 接着是包有艾滋名物外郎饼的抹茶可力露 外郎饼本身QQ的,没有太特殊的味道 推荐喜欢尝鲜的朋友可以试试 然后这个可爱的面包也很有特色 里面包了外郎饼以及白味噌线 意外蛮喜欢这个搭配的 白味噌微微的咸味,让它整体不会太腻 眼前这个让人联想到明古早餐明物的 红豆奶油菠萝面包 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但是个人不太推 最后萤幕上的这个,请魔女宅鸡变粉丝一定要买 它在剧中可是有出现的喔! 这边的巨大面包都是真的面包 但是它没有在做贩卖,其实觉得很神秘 お届けものいたしますきき 瞬间人就排超多 基本上这个人潮啊,从开门到卖完就都没有消退过 纪念品店在关门前人是会变少 但是面包店的话,营业结束前就很有可能会卖完 所以若人提早进来,推荐先冲这里 接着我们火速跑去买旋转木马的门票 这个时候队伍还不长 约排个10分钟就顺利购入 这个票没有指定时间 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前往搭乘 但这两个游乐器才有不少规定 实际上我们接着是跑去霍尔的移动城堡 不过这里想先把面包店附近的建筑介绍完 这个建筑群,最左边的这个是苏菲的帽子店 这里也是一整天都排很多人 原本想说下次再进去好了 没想到关门前游客就都不见了 可是我速逛速买 里面主要是贩卖造型糖果及糖果罐 当然也有贩卖帽子 但是价格不便宜 印象中一顶都要3万日元上下 然后再往旁边白色的建筑物 它呢其实是连接黄色 也就是魔女宅集便琪琪所工作的面包店 那你从这入口进去之后可以去两个地方 二楼有一个魔女的书局 那里白放了很多就是跟魔女相关的一些书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 就会是琪琪的房间造景 对但是里面呢也是没有办法摄影的 比较可惜 接着呢跟各位介绍魔女之谷当中的3个建筑物 那想要入内参观的话 必须购买大三部券Premium 其他两种门票是无法进去的喔 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建筑物的部分 门票的说明则会放在影片的后半 目前吉普利公园内共有5个建筑物 是整个重现动画电影当中有出现过的建筑 这些分别是东都抠之森内的小月和小妹的家 青春之秋内的地球屋 以及魔女之谷的霍尔的移动城堡 欧奇诺宅邸底魔女之家 由于这些建筑都无法拍照摄影 所以我这边请以口头跟大家分享我的发现 其他就交给大家自行去探索囉 在帽烟 对这个霍尔的移动城堡 它是有一些机关会动的 那它就是蛮频繁的就会有一次表演这样子 那我买完旋转木马的票之后 就马上进到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了 因为进去的时候是上午 几乎不需要排队马上就进去了 但是一样到了下午啊 排队的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想要参观霍尔的移动城堡的话 最好是三个建筑物里面就是可以排第一个进去 一开始呢工作人员会说 希望我们先敲门再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呢 其实我们关门那里也是一个机关 你面对门口然后左手边有一个窗户 那个窗户的景色会变 对但是你自己关的时候 其实是看不到它变换的 你要别人关门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那个窗户的变换 那这个霍尔的移动城堡一进去就是会有一张大桌子 桌子上面摆了很多魔法书 还有我们非常印象应该很深刻的培根蛋 然后呢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可以找一下 它有一张表它是坐在砧板上面 它有对照魔法文字跟平假名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那个版去解读桌上的魔法书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如果你是会日文的人的话 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那个对照表在哪里 然后上去之后啊就是还有其他的房间 像可能它的工艺室啊浴室啊储藏室 对就是很漂亮 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它在气味上面 其实也是非常的讲究 你进去浴室你可能就会有那种浴室的味道 那大家在拍照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这个其实是血脖 脚下其实是蛮不安定的 接着带大家去魔女琪琪的老家 欧琪诺宅底 老实说虽然我小时候几乎每天看 但我真的对这间屋子很陌生耶 不过里面超漂亮的 以后退休我也想要住这样的房子 里面最大的看点大概就是一楼 琪琪母亲调制炒钥匙的房间 然后二楼琪琪的房间也非常可爱 整个逛完之后广场还有提供扫帚 让大家可以拍纪念照哦 最后一个魔女之家 我想大家应该也很陌生吧 这是吉卜利工作室的3D动画电影 安雅与魔女里面主角所住的屋子 整体的场景还是很漂亮 有主角的房间 以及一间非常魔幻的房间 嗯 听说3月15日本电视会播这个电影 我想我会看一下 好我终于要来用餐了 这个是他做成猫掌形状的小汉堡 抓着一个腊肠 超级可爱的 然后他有套餐 他的套餐就是配薯条饮料 或者是单薯条 或者是单饮料 或者是单饮料 那我自己是中午10分去排队 但是如大家所看 下午大概3点左右就没有什么人了 所以推荐你安排3点之后再去吃 应该会比较省时间 不需要中午的时候去排队 那在面包店的后面呢 就是不利公园 唯二的游乐设施 那这个旋转木马里面有非常多 吉普利动画电影里面出现过的一些角色 还有一些交通工具 那大家呢 上去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乘坐的造型 只是如果先被前面的人抢走的话 那那就没有办法 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我原本还是想要起我几集的那个扫帚 那因为我撇到对面好像也有扫把 所以急忙走过去 但其实那边那一只是母女前辈所饲养的猫咪 而不是姐姐 大家也要注意喔 然后有另外一个游乐器材 但是如果只有大人的话是不能够乘坐的 你要带一个小朋友一起 你才有办法上去坐 然后在这个游乐厕室旁边有一栋建筑物 这个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但是这里面一样不能够摄影拍照 它是以设计飞行器的一个空间为主题设计的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个呢也是一个瞭望台 那这个钟呢 每个整点它是会有不一样的音乐 现在四点了 正在 正在 最后 大家接下来到吉普利公园 别忘了来找龙猫巴士接驳车 都采用龙猫叫长的布料 真的是神还原呢 他说搭车前啊 工作人员是会帮你拍听听照的 那我好担心喔 因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是拍得很零碎 希望能够完整的呈现整个吉普利公园 最后一个园区的内容跟魅力 啊 回去编辑好好加油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明吉普利公园的门票种类 以及购票事项 那如果你是今年的3月4月想去的话 别担心 其实你还有机会喔 请耐心看完接下来的统整 那目前吉普利公园呢 是采御月志 它是没有贩售当日券的 所以呢你一定要事先在网路上 预约好门票 那目前呢官方是规划了三种门票 分别是大散步券 大散步券Premium 以及散步券 个人呢是觉得未来有机会再变动 那关于他们的内容呢 最万能的当然是大散步券Premium 你只要买了它 就能够进去所有的园区 以及五个建筑物的内部参观 而大散步券和大散步券Premium的差别 就在于它没有办法进去五个建筑物的内部 你可以拍外观但是没有办法入内 而散步券呢除了没有办法进入那五个建筑物的内部之外 也没有办法进去大仓库 只能进入东都抠之深 青春之秋 魔法公主之礼 以及最新的园区魔女之谷 那这里讲一个比较现实的是 如果你对吉卜利没有到那么热爱 旅行呢也是比较着重拍照摄影的话 我是觉得不需要买到Premium 你只要买到大散步券就很够了 因为那五个建筑物内部啊是完全没有办法摄影拍照的 那如果你之前其实已经来过吉卜利公园 也已经去过大仓库了 这一次也没有想要再进去的话 那其实买散步券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是售票时间 这个非常的重要 大散步券跟大散步券Premium呢 是在你入场月份的前两个月的10号 日本时间下午2点开放售票 也就是如果你是5月15号想要入园的话 5月的前两个月也就是3月 3月10号日本时间下午2点开始售票 那散步券呢则是到访前7天 日本时间下午5点开始售票 所以呢大家目前应该还是有机会 能够用这个散步券进到最新开放的魔女之谷 3月16开元的散步券 没意外的话应该会在3月9号的日本时间下午5点开始售票 那最后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在JTB购买 门票加住宿 或者是门票加住宿加交通的一个套票 那目前我看起来3月呢是几乎售庆了啦 那4月呢还有少量的名额 那JTB其实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案是 呃愿要住宿嘛 住宿的前后两天 你可以选一天是买大三步券Premium 然后另外一天呢是买大三步券 但是它就是数量有限制 然后入场时间也有一点限制 这样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JTB去看看 那最后呢是一些零碎的注意事项 像是吉普利公园它是有公休日的 基本上呢每周二公休 那周二如果遇到日本的国定假日的话 它会隔日休 所以大家在订票前可以先上它的官网 去看它的营业日期 现在吉普利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园区嘛 目前是除了魔女之谷能够再入园 其他的园区出去就是出去了 没有办法再入园 可能因为魔女之谷它本身很广大啦 所以就是它考量你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把它全部都看完 所以目前的制度呢是可以再入园的 然后呢就是吉普利公园里面真的很多的设施 其实是比较给小朋友优惠吗 只限小朋友利用啊 或者是要有小朋友大人才可以一起乘坐 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烦恼还童呢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 吉普利公园最新园区也是最后一块拼图 魔女之谷的开箱速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分享 也希望这一次的影片呢 能够对你购票啊 规划整个行程有所帮助 那我的频道呢 除了日本的四季风景之外 也会继续分享日本的旅游资讯 像是最新的景点啊 或者是饭店开箱等等的 很喜欢来日本旅游的话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那我应该也会发一些短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看看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